這個是完全用VBA來寫 完全用VBA來寫程式碼會比較少一點 不過會比較麻煩是 回圈裡面以前我們教過是列回圈跟藍回圈 外面還要包一個工作表回圈 所以會有1 2 3 3個回圈 那這對各位來說 應該是有點難度啦 但是再慢慢來啦 我覺得按部級版 像我們入門班初期就是怎麼樣 先列回圈嘛 慢慢再增加一個藍回圈 所以進階班再加一個工作表回圈 那你會比較循序漸進比較懂 不然的話 恐怕一下三個回圈 你會可能一下子腦筋會轉不過來 OK 所以第一個請各位先開啟那個範例檔案 然後等一下我們再來看一下 就是說 裡面該怎麼做 這個我想開那個問題臨時好了 那在那個雲端上好像之前也有同學問到類似的問題 結果和合併 所以我後面有相關的問題我們在一起來解決 好 有沒有 就是一月份 二月份 三月份對不對 我希望呢 在這邊加一個按鈕 按下去自動幫我把一二三月的東西 全部 直接幫我把它放到這邊來 OK 那方法一 錄製聚集 錄製聚集的動作 請參考 我們的雲端白白上面 這個頁 紅色塊塊 紅色區塊是我們錄製的 所以總共會有幾個動作 一二三四五六 六個動作 那外面的部分是我們再來寫 也許我錄製的名稱叫工作表整合 錄集的名稱 那在外面的部分是再把它加上去 那註解的部分是我自己打上去 它不會自動產生 OK 那我們來做一次 所以你大概要知道說 我的動作該怎麼 也不用死倍 把一 優標放在A2 二 Ctrl Shift向右向下 三 複製C 切到第一季 再貼上之後 讓它優標往下 就Ctrl向下 你大概也練過之後 覺得沒問題了對不對 就可以開始錄製劇集了 那 錄製劇集 跟那個拍 那個拍video一樣 就是反正你就是先彩排過了 好 開始囉 拿來拍囉 那你就不能NG了 OK 你NG要重來了 知道嗎 OK 所以哦 錄製的方法一樣 那個東西在哪裡 一樣哦 這邊記得開發人員 所以開發人員還沒叫出來對不對 你就把它開發人員這邊 打勾對不對 按確定 那它就放在開發人員裡面的 錄製劇集這裡 OK 就這個地方 那錄的方法 基本上呢 VBA 這也是VBA的特色 其他語言基本上 幾乎沒看過有什麼 錄製劇 這個錄製劇意思就是說 它幫你把你做的動作錄下來 變成程式 變成VBA就對了 那個劇集也是VBA啦 OK 那只是說 錄完之後 它的缺點是會錄掉很多 比較沒有效率的那個寫程式方法 也就是說它裡面會錄到很多可能不必要的東西 當然呢 你也可以 透過修改 把那些沒有效率的東西修改掉了 OK 好 那錄製劇集的方法特別重要 一開發的語言這邊 你也要彩排了 可能剛剛那幾個動作 如果不記得的話 所以這時候你手機有沒有 你可以連結 你都把這個畫面點開來 然後打開這邊 可以在這邊看一下 或者平板 要不然你可能要把它錄下來 如果你有印下來的話 上面都有 你就照著做就好了 OK 有六個動作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六個動作 第一個的話錄製劇集 然後這邊就打上那個 工作不要整合 名稱也許你最後再改也沒關係啦 好 那這個時候的話 它就會把你 等一下按確定之後 你等一下做任何動作 都錄成 那個一個程序 就是以前我們寫VBA那個sub OK 好 按確定 那 裡面我們還沒有加任何模組 它會幫我們加一個 所以它會先幫我新增一個 模組 然後再自動幫我插入一個程序 名稱叫做工作不要整合 所以會有個sub OK 好 按確定喔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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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